接下来如果说我要撰写一个程式 就是拆那个月份的 OK,那首先的话呢,一样 我们也是用RUN 数音 IMPORT RANDOM 这个RANDOM的话就是说 在1到12月份里面 去帮我抓一个英文字出来 这一题其实有点像是那种简单的测验 就是或者这样你可以把它衍生出 类似这种线上问 就是答题线上考试线上测验的这种类似 的方式 比如说你就乱数抽几题 其实也都可以办得到 而且其实也不难写 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蛮有效的 尤其如果你希望 当那个小朋友 或者是让人家测验的时候 可以不断在练习的话 其实这导也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一种方式 最主要就是反正它答对答错 可以记录下来 OK,然后诸如此类的 我觉得这种系统以后 因为我发现在有一些补教也不是那么大量去使用这种电子化的东西 即便想做好像也没有特别去做 OK 好,那首先的话问题为 特别是哦 这边有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就是它乱数抓的 它并不是固定的 所以我现在再重新 跑一次你会发现这个中间这个就换掉了 也就是说呢 它就是有点像在1到12之间随便乱数抓一个数字 然后就把数字去抓那个位置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英文单字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英文单字是不断会变的 那当然我们就随便猜好了 假设你输入的是错误的话 那它就跟你讲答错了 有没有 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无穷归圈 快有意帽 有没有 那当然你如果说它假如猜对的话 OK 它就什么 答正确答案 其实这题逻辑还蛮简单的 甚至比刚刚逻辑还简单 那只是说有一个地方会比较复杂 什么呢 1到12月份的英文单字 那我要如何动态的去把它抓出来 所以首先你们可能需要知道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在这边多增加了一个变数 那以前的话变数只能放 要不就放1月 又不是放2月 要不就放3月 但是如果你这边有12个月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可以放在一个所谓的串列里面 这个串列的话呢 它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 它前后呢 记得用中瓜五把它夹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每一个资料中间加痘点 隔开就对了 也就是说这边你会发现 这边总共会有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 第三个资料 这边总共有13个资料 那你想说 我老师不是12个月 你干嘛又13个资料 那跟各位讲 因为它的编号是从0开始 从0开始 所以原来我的写法是 前面没有加这个空的 那这样的会造成什么呢 如果我要抓1月的话 那我必须告诉他说 我要抓1月就0 2月就1 12月就11 当然也还好啦 只是减1而已 但是有时候 城市里面要 有的地方要减1 有的地方要加1的时候 那你会觉得好麻烦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忘记要加1或减1 那很容易造成城市的错误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错误的话 那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我干脆怎么样 在前面加一个空的值 然后避开什么 避开0就好了 也就是说串列的编号一定从0开始 这个是固定规则 OK 这也不能改变的 那如果要改变的话 你就塞一个空的比较好 那就改变了 它不像说Excel Excel里面是从第一列 第二列第三 它不会从第0列开始 蓝的话也不会从第0蓝开始 但是问题在程式语言里面 很多像串列或像阵列 就是从0开始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想说 那这个东西 像我们现在讲 讲说串列 串的话是一串 那跟一般我们理解 像以前学过阵列的话 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串列 它可以放不同形态的资料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前面 你在这边 不一定说全部都要放文字 你这边放个0 可不可以 放个数字 就是形态不同 再串列是允许的 可是如果你在正列里面的话 那就不被允许 这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OK 那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存取它 其实将来如果说我今天要抓MS 这个变数里面的1月的话 其实你就写的什么 MS 中瓜湖 中瓜湖1 这个就抓到什么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抓到这边来了 2的话就抓到这个 3 所以 根据这里面的值 它可以抓取不同的资料 OK 应该可以懂这意思吧 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串列的话 那真的很麻烦 因为你这么大量的资料要怎么放 所以未来 这个串列的重要性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为什么 因为以后外部读进来的东西 绝对不可能只有单一个 如果单一个OK好处理 但是如果你读进来东西是很多笔资料的话 那怎么办 你总不可能说你全部都塞到自串 不是 那你怎么样 大部分都会先放在串列里面 OK所以外部的档案 未来如果你对这个串列形态不熟悉的话 那可能你就会 程式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OK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产生一个乱数 所以一样 我们要 import一个random 然后呢 这个random 我用random range 产生1到12的一个乱数了 OK 所以我这边就不是产生0到11了 而是产生1到12 我是觉得比较好记 当然我们用0开始的话 它真的是常常要转弯 腦袋一直转来转去转去转去 那就很容易疲劳了 所以我发现 程式 写程式的时候 不要一直很疲劳 就是尽量写的程式越简单越好 逻辑越简单越好 不要写得太复杂 不然连自己都看不懂的话 那真的就很容易出错了 因为如果连自己看都看不懂的话 那bug一定会非常多 而且即便有bug 你也不知道哪里有错误 你也看不出来 所以像我的程式 尽量逻辑单纯一些些 然后我们就产生一个乱数 产生乱数之后的话 底下就画一帽 然后一样 所以我在输入的地方 就写在这里 有没有 问题为 后面你会发现 串接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ms 然后这边中瓜 有没有 中瓜阿胡 就是我刚刚写这个 里面的话就根据这个乱数而来的 所以如果将来这个乱数 假设是1的话 放在这里他就抓1月份放在这里 问题为 Jannary这边把他放过来 这是几月呢 然后让他输入 那如果当然逻辑只有两个 一个要不就答对 一个要不就答是非题 所以如果两个都一样的话 那答案正确 break ok 特别之后一定有break 反之就答错了 哇逻辑非常的简单 ok 所以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概念 再来的话可能有同意说 老师那你这个 像这个1到12月这些英文单怎么办 如果你要自己打的话 很花时间嘛 那云端上我有贴 所以你们如果现在懒得自己打的话 可以自己参考 那另外你想说怎么变出来了 其实就要各位一个方法 其实我是利用Excel 但Excel你只要拼出第一个 1月份 然后你把它往下填满之后 你会发现1到12月就出来了 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有清单了 你只需要把这个贴到程式里面之后 再加上前后双一号 然后加豆点 这样的话就可以产生一个串列出来了 ok 另外我们如果print 这是几月呢 如果像刚刚我们是先把那个答案先print出来 所以其实这一招也还蛮好用的 这个print print应该这不能写在这里 应该写在print是它乱数出来 所以我可以把print什么mr 这一招其实在你测试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print这个mr的话 那有时候你不知道答案 你可能要拆很久 10 不过这个也应该不应该 因为这个单字都很简单 好吧 ok 所以你就乱输入 真已经答错 输入正确 答案正确 ok 或许你也可以变化一下 怎么样 你可以把这上面的英文单字 把它做个变化 变化题 比如说放一些塞一些其他的单字 也可以什么 音翻中 中翻音 不然不过有的时候要打太多字 不然用选择题 1是什么 2是什么 3是什么 这可能要思考一下 看能不能办法写一个变化的一个 就是测验题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这个串列 扮演的角色还蛮重要 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的资料不止一个的话 那你势必就必须要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那甚至以后的话 还有一个形态叫字典 就是说它不只是单一个资料 它还有栏位的部分 有key跟value key value key value 那这个部分后面还有个所谓的字典 这两个形态 未来应用上面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要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常常会有外部资料汇入 通常都会使用串列跟字典 OK 试试看 这边的话 请各位试着撰写月份的这个部分 顺便也把它做个修改 也许只能拆三次之类的 如果像这一题 把它改成用for为圈 只能拆三次的话 试着改改看